大家好呀,欢迎来看敏虫 黑老大早上从女朋友房间出来 正暗自高兴两人进展神速时 被小弟撞个正着 他飞扑过去捂住小弟的嘴 避免小弟声张 没想到捂完一个又一个 昨晚银河和志焕终于相认 银河不再称呼志焕本名 而是像以前一样叫他哥哥 他询问志焕是什么时候认出他的 志焕回忆 两人去消失员工的家里 银河陪小女孩放风筝时 他听到银河提起 小时候两人一起放风筝的情形 那时志焕就确定 银河是自己幼时的玩伴 相认后 两人彻夜长谈 不知何时相拥着 睡了过去 早上银河将精心准备的甜点 端进卧室 志焕一睁眼 看见喜欢的人就在身边 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两人甜蜜喂食 直到走出银河的房间 志焕还意犹未尽 不想小弟们纷纷发现 他从银河的房间出来 一番笑闹后 调侃志焕和银河生米煮成熟饭 没想到姗姗来迟的老妖 带来了一个更加劲爆的消息 她要当爸爸了 原来老妖和银河闺蜜 重归于好后 闺蜜给老妖 看到孩子的必抄照片 老妖开始畅想当爸爸的感觉 希望赶紧跟闺蜜结婚 可闺蜜爸突然闪现 得知女儿未婚先孕 气得直接把闺蜜救回家 反对两人结婚 老妖心情郁闷 为了寻求帮助 只能和盘托出 自己要当爸爸的事实 众人以为在听天方夜谈 他们从未见过老妖有交往的女人 更不相信凭空冒出来一个孩子 见众人哄笑 老妖继续宣布 她要结婚了 结婚对象是闺蜜 一直吃瓜的银河瞬间不淡定了 万万没想到闺蜜不禁跟老妖走到了一起 还怀了身孕 银河火速去审问闺蜜 闺蜜笑嘻嘻地回答 自己是严控 老妖那张脸把她迷得七婚八素 当个恋爱脑再正常不过 这边众人也在商量 如何帮老妖度过闺蜜父母那一关 智患为了让闺蜜父母看到诚意 命令大家各自挑选一件 长辈喜欢的礼物 马上换衣服去闺蜜家 老妖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 最后与大哥置患一同前往 两人进门就下跪置患发言 老妖从小是个孤儿 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研究生 两人在一起十六年 她看着老妖一步步成长 请闺蜜父母相信 老妖是一个可靠又负责的人 赵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只有闺蜜爸 还对女儿未婚先孕的是耿耿于怀 仍旧不肯同意两人的婚事 银河也为老妖说好话 闺蜜更是态度坚决 非老妖不嫁 孤立无缘的父亲败下阵来 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 几人留下来吃饭 这边愉快干杯 那边一杯倒的志欢已经躺下 嘴里一会儿为老妖高兴 一会儿喊着银河 饭局结束 银河将志欢托回家 直到这时 志欢的酒意才彻底散去 银河感慨 想不到闺蜜和老妖 竟然这么快就要结婚生子 他询问志欢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暗暗期待着 也能尽早和志欢结婚 个神经大调的志欢 没听出银河的话外之音 表示还没考虑过结婚 想等几个小弟们都结婚了之后再说 银河很失落 竟直回了房间 后知后觉的志欢 看出银河不高兴 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次日银河发现自己的粉丝人数 涨到了一万 兴奋地跟小弟们击掌庆祝 姗姗来扯志欢赶走小弟 凑到银河身边 跟他一起蹦蹦跳跳 银河看到志欢 就想起昨晚志欢说的话 高涨的情绪瞬间低落 借口跟闺蜜吃饭开溜 欢快闹腾的气氛 因为志欢的加入变冷 小弟们责怪志欢 是万病根源 志欢也明显感觉到 银河对他很冷淡 一头雾水的他 求助爱情能守老妖 老妖听完志欢的讲述 立刻看出问题所在 志欢回答没考虑过结婚 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模板 哪怕真的没考虑过 也要让银河感觉到他的爱 现在最好的补救办法 就是送礼物 志欢受教 精心给银河挑选了 亮晶晶的项链 还买了银河喜欢的向日葵 此时银河也想通了 他知道志欢并不是不想跟他结婚 只是责任感太重 希望小弟们先找到幸福 为了给志欢一个惊喜 他拿着做好的蛋糕 躲在志欢的房间里 志欢拿着花回家 看到两个小弟 正在摆弄给老妖孩子买的礼物 两个年龄最大的小弟 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 志欢越想越闹心 要等这两个有了归宿 自己在结婚 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郁闷吃下 他出言训斥 没事别总待在家里 出去物色约会对象 志欢拿着花走上楼 见银河没在房内 他先回房换衣服 银河听到志欢回来的声音 捧着蛋糕窜了出来 没想到 正好看到志欢赤裸的上身 银河羞得赶紧转身 志欢也迅速穿上了上衣 他将向日葵送给银河 本想拿出项链礼物 可转身找不到项链 才想起来他把礼物落在了公司 志欢集中生智 转身给银河比心卖萌 哄得银河哈哈大笑 两人坐下来一起吃蛋糕 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甜蜜 银河为了答谢粉丝 决定明日在志欢公司附近 准备一场活动 送出精心准备的蛋糕 志欢保证会议一结束 就去找他 次任志欢来检察厅找贤语 跟负责徐会长案件的警察们商量 抓捕徐会长和死对头的办法 众人认为应该策反一名内部人员 作为他们的卧底 志欢尝试联系死对头最得力的手下 手下早已对自私自利的死对头 生出一心 因此并未告诉死对头 自己接到了志欢的电话 而死对头也对徐会长产生了界定 徐会长出狱后 至今没惩罚导致他入狱的志欢 在死对头看来 徐会长还是在意志欢这个儿子 他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比不上志欢在徐会长心中的地位 但眼下并不是他跟徐会长撕破脸的机会 而徐会长为了逼志欢归顺 带人闯进志欢的会议室 当着众多钱手下的面给志欢下马威 跟他斗 志欢永远赢不了 眼看双方越吵越烈 志欢用手拍碎了玻璃杯 警告徐会长走人 徐会长搅乱了会议 目的达到 带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可志欢的公司却遭到重创 很多元老都是徐会长入狱后选择投靠志欢的 他们知道徐会长的手段 如今徐会长出狱 他们担心继续跟着志欢会受到牵连 不顾志欢晚留选择辞职 志欢会想在徐会长手下战战兢兢的那些年 还有跟银河重逢后的幸福时光 一时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回到公司后的死对头 向徐会长献祭 要想拿捏志欢 只需绑架志欢的心上人银河即可 到时候志欢一定防寸大乱 徐会长讽刺死对头 他之所以这么多年都不过志欢 因为他只会用粗暴的手段 而志欢则会心甘情愿地让人臣服 死对头听到这话愤恨地钻紧了拳头 另一边银河一直到活动结束都没等到志欢 贤宇倒是不请自来 原来贤宇知道银河跟志欢两情相悦后 强迫自己放下银河 甚至让手下给他介绍了相亲对象 当得知徐会长带人闯进志欢公司时 他又担心银河的安全 因为他曾看到死对头关注了银河的节目 为了银河的安危 他放弃相亲 跑来给银河帮忙 直到活动结束并没有可疑人员出现 他才放下心来 他刚放松警惕 死对头带人企图绑架银河 银河大声呼救 闲雨听到声音马上赶来 并替银河挡住了死对头砸过来的砖头 时来一步的置换 正好看到满头是血的咸鱼 倒在银河怀里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